大家好我是雲霸 我現在來測試這個OPPO的FINEX 它的遊戲效能 那大家其實平常都會玩手遊嘛 那我自己也有在玩手遊 不過我玩的手遊是比較古老的 是Lite Ranger 那Lite Ranger其實是測手遊效能 測手機效能蠻好的一個工具 像我現在我的Lite Ranger 其實我已經玩到蠻強的 那我在玩這個關卡的時候 當我碰到就是像這種打這種塔 當我打到後面的時候 我的出兵的數量會非常多 這時候有一些手機就會面臨到卡頓的問題 像我現在用HTC U12 它就非常非常的卡頓 你可以看到後面打這個關卡 它到後面的時候 它就幾乎像幻燈片這樣子 喔!一直卡一直卡 就非常的卡頓 有沒有你看像現在就已經在卡頓了 所以這對我自己在玩Lite Ranger的時候 我有時候 因為它很吃時間 什麼時候要放什麼法寶 那這時候我可能就會輸掉 所以像這樣子的效能 我覺得就不太OK 可是它這隻已經是S845了 對啊 好 那接下來換到那個Find X 我們一樣全程用同樣的關卡 來玩一次 你可以看到它在玩到後面的時候 它的出兵的速度啊 它的FPS會掉 但是不會掉太多 就基本上不會影響到 我平常玩遊戲的順暢度 那我在放法寶的時候 也不太會被受到干擾 這是我覺得最大的差別 那目前玩所有的手遊 其實最順的還是iPhone 那Find X是第二順的 目前沒有碰過 其他Android手機 有像Find X這麼 針對遊戲有優化 大部分的手機玩Lite Ranger Android手機玩Lite Ranger 都會卡頓 你看像Find X 現在已經到後面的關卡 FPS會掉 但不會掉太多 都還蠻順的 這是我覺得 遊戲效能差最多的地方 大家可以自己玩Lite Ranger 然後到這個關卡來試看看